Hello, 微博时尚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Fashion Baker 今天我们在佛罗伦萨 然后和罗易周一起期待分底SS24大秀 那, 先请罗易周同学 跟我们镜头型的朋友打个招呼吧 Hello, 微博时尚的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演员罗易周 据我知道你应该这是第一次来佛罗伦萨 是的 然后你对这次大秀有什么期待呢? 这非常非常期待 这也听我们同行的姐姐有跟我讲过 这也是我们分的第一次在佛罗伦萨做秀 也是第一次在真实的工厂里面做秀 所以我对于这次秀上的呈现是抱有着强烈的好奇心 我非常期待这次会出现哪些能够惊艳大家的时尚作品 给大家推荐几件分底的时髦单品吧 你会推荐哪些? 神髦单品我先给大家推荐我这个自己身上的 超级版的大衣这是我个人真的爱 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这家大衣的这整个风格 而且它是有造型感且极具设计感的 包括下面有一些这种FF的这个小标识 然后包括跟我的项链这样搭配起来 特别许许如是 对是我个人很喜欢 当然一定要给大家推荐 我们普遍线比较适合的单品 我给大家推荐我的这些项链 是我个人很喜欢的风格 还有我的这个手上的这款皮卡布 是很小巧方便的 但是又有FF的暗纹 这个是我喜欢的有层次感的设计 那么也是很小巧方便便于鞋带很百搭 作为时尚博主我必须给你的造型 这是达百分之一百分 哎呀好谢谢 非常的好看 这次出国除了看秀还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吗 比如旅行然后想吃的美食 这次其实我觉得主打一个说走就走 然后走到哪儿就看看哪儿 走到哪儿就去尝尝哪儿 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但是确实佛罗伦萨的那个剃骨牛排和牛肚包 是非常有名的嘛 而且我个人也是一提到美食 就是完全注意力没办法被转移的那种 所以呢这次的旅行当中呢 我就会尝试着去探访 去寻找一些当地的很有代表性的美食 制作一个Vlog 到时候会放给大家 非常期待了 那谈谈自己接下来有什么新的计划吗 比如新歌新剧 对或者综艺之类的 好的好的 接下来呢 就是马上我个人的音乐作品 就会跟大家见面了 这段时间也是在进行一个紧张的游戏的筹备工作 这样一个环节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然后前段时间也确实是在这个东方卫视 有一部电视剧作品叫《后浪》跟大家见面了 现在已经大结局过去那么几天了 未来还会有一部作品《英雄无悔》也会在不久的将来跟大家见面 请大家多多期待 明白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不过我最近确实有在关注《后浪》 我也看了我再催了一点点 没有太多 谢谢 那你自己对这个角色打多少分呢 打多少分啊 我觉得这个不敢打分 这个角色的演绎呢 一定是我非常尊重观众们的评价 不管是好评还是一些很真诚的很诚挚的建议 我都接受 其实我偷偷有翻你的微博超话 大家说你的衣柜里有一些什么黑白灰 然后除了这些衣柜中最多的单品是什么 其实风格还是比较多样的 因为对于我来说呢 就造型这个东西就是要无拘无束 要大胆的去表达自我 所以就是摆编风格就OK 最近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的衣柱片子 Fundi的出发图这两天非常喜欢 我是觉得Fundi 大家可以去微博去刷一下我们一周的 所有Fundi的出发图我都觉得非常的赞 谢谢 拍摄的时候什么状态 会让你觉得更自在一点 我一直都挺自在 我觉得快乐 当然肯定有时候工作强度会比较大的时候会疲劳 但是我觉得首先要保证的一点就是足够的自在 因为这样的话这个创作才是属于你自己的真正的呈现 即使人多你也不是很介意也OK 也是可以 对那不是越热闹越好吗 大家多来给你捧场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明白 谢谢谢谢大家 然后一伙待会我们再秀场相见 秀场相见 好谢谢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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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